60天魔鬼训练还能怀孕?美军有骑兵爆女兵丑闻!高层竟这样处理。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。随着女权主义的不断兴起,越来越多的女性走进军队。 就以美军这支女兵最多的军队为例,女性早已不满足后勤、通讯、医疗等辅助岗位,而是要全面进入最艰苦、最危险的岗位,和男兵一起摸牌拱打挑战极限。 应该说这个想法没错,但军队出现几千言,历来是男性的天下,也有其中的道理。 因为一线战场和战位性别的混杂,必然带来新的问题。这不,美军就刚出的一件大球是。 据美国Software网站6月20日报道,多个信息员证实,本周在美军本宁堡游骑兵训练基地,发现有一名参加游骑兵测试的女兵怀孕,而始作俑者就是另一位同时参加测试的男兵。 这真是让美军上下极为尴尬。 在2015年,首次有两名女兵通过了美国陆军游骑兵学校的考试,从而刺激更多女兵开始参加这项魔鬼训练。 据报道,美国陆军的游骑兵训练总共分为三个阶段,时间大约60天,第一阶段在本宁堡,第二阶段在乔治亚州达洛尼加的山地训练,第三阶段是在佛罗里达州爱格林空军基地的丛林站训练。 这名女兵是在参加第二阶段测试之前发现怀孕的。 由于训练是封闭式的,很容易就确定了父亲是哪位高人。 据报道仅仅是第一阶段的初试测试和评估,训练强度就非常大,包括2分钟内做完80个佛罗撑,80个仰卧起坐,12个引体向上和35分钟内跑完5英里。 此外还有徒手搏斗,地面夜间行军训练,每天训练从凌晨4点开始,夜间11点结束。 对于绝大多数美军士兵来说,算是魔鬼训练了。 此外训练过程中,学员们的睡眠时间和粮食都非常有限。 不过这次怀孕事件,似乎证明美军针对男兵与兵混合的管理,还不完善。 从另一个角度看,魔鬼训练都交不灭心中的欲望,美军履禁不止的性骚扰事件也就可以解释了。 Sofreup网站还专门就这一事件,向美国陆军新闻发言人求证。 后者既不承认,也不否认,而是打起了关枪。 发言人表示,本期游骑兵课程今年5月20日开始,7月20日结束。 总共有471人参加。目前只有234人留在训练之中。 被刷下的原因包括,138人不符合训练标准,97人知识水平测试不达标,6人因为行状原因被除名。 还有10人是由于身体健康原因而退出,他们的详细情况是个人隐私不能公布。 美国陆军此举,就是想通过所谓的保护隐私,来避免回答相关问题。 不过,Sofreup网站则从美军内部大探到了一些消息。 一开始爆料人称这两人都被双双从测试中踢了出去,但后来消息又称美军对这对火宝采取了更为温柔的处理方式。 男兵可以继续参加后续阶段的测试,而女兵则在处理完相关事宜后参加新的游骑兵课程。 看来美军高层中也有人理解这种前柴烈火势的情感。 毕竟,谁都年轻过。 美国陆军游骑兵学校输精英训练军校,只要通过游骑兵学校训练课程,拥有游骑兵地章就代表成为一名合格的游骑兵,成为陆军中的精英成员。 现在总共有12名美军女兵通过这一课程测试。 陆军部长约翰·麦克修当初还向第一批二名女兵祝贺。 这个课程已经证明了,每个军人,不管男女,都可以发挥全部的潜能。 大家 stra這次,只要跟他剧场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我的天赞。 我继续和理解采。 如果继续和理解采。 感谢观看